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回来《要财财经》台的直播时间 来到五间总结的时段 先介绍我身边的嘉宾 换了是我们研究部的公共分析员王伟豪先生 Wafi 你好 Wafi 先跟你讲讲A股方面的走势 看见半天来说 沪深300指数升了56点 做起就是2627点 深圳城市收报9524点 升了167点 至于上证指数升幅比较多 升近2% 收报2328点 先问你今天A股方面可以做得很好 来今会不会做越好 暂时A股来说 今天有一个明显的反弹 大家知道之前都叫做呕了比较久 甚至都令大家其实算是失望了比较久 因为其实可以数回再前一点 例如今年年初回来 其实本身大家预计是会做得挺不错 或者继续向上 但只是升过头一两天之后 就不断在现水平的位置反复了很久 所以不断说就是缺乏一些好消息 或者从其他层面上看 不论政策层面上也暂时看不到太多 是继续开始市场上去的因素 而而从资金层面上也是 因为上一两个星期都见到 其实内地都是主要以一个资金准回笼 现象去做的时候 变成在2006年前 资金需求比较大的情况下 都做准回笼的时候 大家都比较担心 资金面比较紧张 所以这些情况下令到过来 其实上一两个星期 是比较高的 就是比较反覆 但是到了这一刻 始终都比较久 也好像跌不下跌的时候 再加上配合不断说 就是成交都比较大的时候 其实都是等着一下 就是令它突破 所以现一段 我觉得今天 有少少这样的势头见到 做好少少 但是至于现一段 如何看下地市 或者暂时看什么位置 其实暂时那个 上下位所谓的目标 或者所谓的下面的支持位 其实变化不算太大 不断说 短暂的支持位 其实看回去年三月尾的低位 2240多点的区间 我觉得是有个比较明显支持的 所以上面不断说 就是看看这一阵危险之后 有没有机会成月中之前 特别可能三月份换戒打后 再做一步利好的时候 可以大概试回2500点 去年这些高位 去到初步目标 是的 看到内地股市做得好 内地A股方面的 一些劝商股方面 都有个大幅度的上扬 好像中信证券 A股方面升了5% H股升了1% 至于在海通证券方面 A股都升了6.4% 先和大家跟进一下 整个版块 现在最新表现 看到中国光大 要跌1% 做14.32% 新人万国是3.17% 升2千 海通证券升2毫 12.68% 国泰军安 没有升跌 最新报3.5% 中信证券 要跌2千 19.7% 先和Wafi说一说 券商股方面的走势 A股方面升得不错 你怎么看H股方面的表现 当然 你说内地股市做得好 A股方面也做得好 自然我都相信中信诸券商股 H股方面 应该来这一层看 都应该不会再太强 所以正经自己 对这个版块 都看得比较乐观 而在外面 其实差不多 跟内地市也差不多 之前那一层 其实都叫做反复了比较久 比如中信证券券可 或者海通证券也好 其实在近期创完新股之后 其实不断反复 可能一日升得比较多 另一日跌得比较多 其实是没什么太明显的方向 所以对到今天来说 城主内地市做得比较好 来过一个明显的突破 做得比较好 其实不是太意外 而且按摩另一边 记得到 今天令券商股 有什么样数 叫做再升得比较明显 其实内地方面 有个通告出来了 因为特别是互心两边的交易所 都出了一个通告 就说明了 未来融资融卷的 即是可以的一些股的数量 由原本大概270多只 去到500只 即是差不多升了一倍 变相令到很多的业界人士 或者在市场上都认为 这点有什么好处 当然一来 你提供了 就是数目上多了 自然各地券商 可能做的一些叫 就是 股市流通性 活跃程度 或者交易量 都有个增大的时候 变相对相关 那个叫券商股的收入 或者业务上看 都有个有利之处 所以我都很相信 因为未来再进入 今年里面 金改继续延续 或者更多一些 政策系的配合的时候 整个中资卷商板 自己的看法 都依然是非常正面的 好 说完A股方面走势 以及在各别板块的表现之后 跟进下各别的移动股份 说一下1919 中远洋 看到这刻都跌近6% 做4.05元 发出一个刑警 公司宣布 预期直到去年12月底为止 年度将会出现大幅度的亏损 其实2011年同期 都已经有一个亏损 继续立法的刑警 依然有个亏损 其实整个行运业 来说 比较淡 其实的确还是有少少保留 因为整个行运业 虽然要撇开集装商和干散货 虽然实际上去年来说 是有少少的恢复一些 或者好一些 但是始终我觉得 都未是一个真的 叫扭转了 或者叫转小的一个现象 一向说的整个行业 比如说 一些叫做国性的问题 其实这刻都依然存在 虽然这刻看得到 原来是刑警 再拉回前小看 就是266中远洋 好像营起 好像为什么这么大差别 但其实都强调少少少 中远洋方面 其实是有一些一线收益 甚至是撇除以个别季度看 其实依然是组于一个 产生阶段 所以其实可以一概而论 依然是比较 看得暗淡少少 所以我相信 今次这样叫做刑警之后 股价下来的话 当然你说 未来怎样看 我觉得慢慢 可能今年第三季打后 可能会好一点 但是这刻 是不是这么快 一个比较入市的良机 我仍然有待去看回 因为从技术上看 这样的裂口下来 除了一来穿天线之外 更加是穿上这个 近期双顶的颈线位置 而这一刻 其实是慢慢地 短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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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这一刻跌超过1% 做4.46% 中远洋刚刚都说到 跌接近6% 中海乘运跌近2% 现价做2.39% 太平洋航运是4.39% 跌1.6% 跌幅接近4% 东方海外跌1.1% 现价做54.8% 跟着另外一只 亦发了刑警的股份 22-300 广汽集团 发刑警 预料去年的盈利 会跌超过7% A股仍然要升4% 其实摩通方面 都将广汽评级来说 减至减持的评级 亦削了目标价到4.5% 但见到今天的表现 又不是那么差 现价做6.42% 还升4千 升幅来说接近1% 又怎样看这个发刑警的股份 为何情况那么不同 这一刻 为什么说去发刑警 反而升上来 做得比较不错 最主要因素 我觉得大家有预期了 因为始终大家有眼见 港区最主要做的汽车 都是以20汽车为主 而特别去年 第三季尾 即是9月份开始 一些中日的问题 令到相关消息 不断说 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冲击 所以预期在去年第四季 在这些因素拖累下 变相少数字大跌 或者第四季要蝕钱 其实我觉得未至于太过意外 虽然反而来说 可能有少少个预期 早的时候 变相都令到 就是出了刑警 但股价都叫做有个 可以说是支撑得住的局面 而且二来 始终见到说 其实你说刑警之前 这一阵 自从1月份初段到开始 高见8元之后 其实都跌得比较多 这几日 即是可以说 大概10个月左右 其实市场 都是比较反复一些 或者不是太跌小的时候 其实它自己 已经有8元 慢慢下回到六个多楼下 短短来说 都跌了一个多的时候 我觉得 吴多虹小都叫做 即是说 有点沽压 是叫做之前反映出来 或者叫做跌了一点出来 即是时候 变相 变相今天虽然有盈景也好 暂时没有太大跌势 但是这样说回 虽然今天就不是说 太大跌势在这里 但始终现阶段 其实上看 叫做在五十天线 楼下的时候 短期我都觉得 是比较反复一些 如果你要确立 一个势头 比较好一些 或者叫做 处理一些的时候 要看什么时候 站起来五十天线 六个六楼上 如果这一阵都不能够 站起来六个六楼上的时候 刚才说到的 很相信都以人反复为主 反而下面来说 大概以5.8 至5.7 这边位 做大一点支持位 谢谢阿姨对这方面的分析 先和大家跟进 整个汽车版费的最新表现 看到比亚迪要跌超过1% 延继在25.65 东风汽车12.38 升毫6指 吉利汽车跌1先 最新报4.03先 华晨方面 10.04先跌2先 刚刚也说到 现在升3先 接着和大家跟进 最新的消息 有些报道说到 2013年 第一个月来说 已经接近尾声 普遍大家都要关注 内地是内银方面 新增贷款方面的数据 预料会大增至接近1万亿元人民币 再问你 将来新增贷款方面的数据 会看得比较好 这样说 如果真的将来一月份 现在大家在估计 数据是否一万亿元流上 或者都觉得大机会 是否代表 按月来说好像增加了很多 但究竟是否等于 郭朗哥信泰市场 或者信泰的需求性 再早步攀升 或者是否有什么理好因素 去带动 我觉得都需要看 时间性因素 大家都需要知道一点 其实往年也是 很多时1月份 即是10年前的一个月 或者是近年 年初这些时间 其实相关很多的企业 或者公司 对信泰的需求 都会有个增加现象 所以很多时 其实1月份 数据比较大 其实是来得正常的局面 因为过去一两年都是 如果没有记错 都记得是超过一万亿元流上 所以我认为 我觉得未必是 太有指标性 如果真的要留意到 其实过来个新的市场 是否有个增长 或者做得比较好的时候 其实记得回来 例如2月3月或者几个月 那个变化 如果你都顺着 势或者走势来说 都仍然是慢慢向上 或者走势比较稳定些的时候 那我相信 才会有一些利好因素 去到 刺激回整个内人股 所以变相 我觉得今天 你看到也是的 出了这个数据也好 出了这个消息也好 但是暂时 对内人股的刺激作用 不算非常之大 都和大市走势算是差不多 所以我觉得 整体来说 不算太过刺激作用 我觉得比较安全 留意到 未来几个月份 走势 才会进入判证 好 跟大家跟进了 交通银行升8仙 升幅来说 超过1% 刚刚跳了 现在升7仙 做6.46 资水银行18.64 升2 中水银行5.37 升4指 民生银行11.12 升超过2% 从流行方面 就是升1仙 最新部4.86 现在和大家跟进一下 港股方面的表现 现在升104点 还在23,655点 第成交方面 363亿 国企指数升85点 12,087点 旗指方面升121点 23,718点 高水28点 成交难方面 超过7万3千多张 今天港股方面 又怎样看 跟随于A股方面的走势做得更好 今天港股来说 跟我们的市场做得更好 但至于利益如何看 或者短线有什么因素 需要留意 之前不断强调 港股幅不是看得差 或者仍然看得比较好 我觉得后市也有不错的上升空间 但短线升得比较多 近这一阵 也是这样跟大家说 有点整固或调整的因素 需要留意 不是一下子再升上去 而且额方 这个星期可以影响到东西比较多 特别是外国方面 例如这个星期周中 美联储方面的意识 甚至国会公民的言论 会对未来QE 或者放不放水这种啟示 甚至周末左右 星期五左右 也有美国的就要数据等等 而且本港人来说 也是 这个星期过多两天 星期三就是期指结算因素 明天就算仓高峰期 这些这么多的因素 可以叫做多多个市 我几相信这一阵的市 可能短线一点 会比较反复一点 如果反复得来 暂时没有 也要看有没有突破 如果从技术上看 究竟是什么位置突破 或者有什么位置 当然在现阶段 看回这个高位度 大概23600 23700 这位置在短期内 能够做一步 站稳在楼上 如果能够站稳 我相信过了 这个星期内发生的事之后 有条件再向上市 大约24000 或者24000 樓上这边位 反过来看 如果在短期内 不能够站稳 或者站不上去的时候 相信也是反复一点 我觉得下面来说 仍然大约20天线 23300至23400 这边位 做一个短暂一点的支持位 但我相信 如果这一刻要跌穿 或者要大跌的可能性 未必太大 因为始终这一刻 气氛上看 或者成交上看 都算是挺不错的 好 继续跟大家跟进 主要蓝筹股 臨近半日收市的表现 我看到汇控来说 现在升超过1% 做87.45 中移动84.05 升5 在银行升3 工商银行升3 而建行升4 港交所147.75 升7毫 中人秀25.9升2毫半 有邦保险30.95升1毫 而腾水控股最新升1 268.2 金沙中国37.75跌8毫 长江实日跌1 西红基地产跌9毫 九仓方面升1% 69.3 中海外24.35升1% 华润置地23.3升5毫 看油股方面走势 中海有升毫4指 而中石油和中石化分别升2 困能能源升1毫 而中国神华升4毫 最新报32.75 好了 见到恒指方面 既已停定和大家跟进 本日来说恒指升108点 收报23688点 大致成交方面366亿 国企指数升93点 12,094点 其指方面升124点 23,721点 高水32点 成交难方面超过7万4千多张 这期半日总结的时间差不多 最后和Wafi做个新报 刚才说股份自己有没有持有 都没问题 谢谢Wafi 我们先休息一会 下午1点 既然会有我们要 除了京台的直播时间 1点再见 拜拜